蚯蚓在土里竟然逃不过被电的命运 甚至引得国家出手诚治 竟然有人研究出了专门电蚯蚓的机器 美其名曰地龙仪 而且啊 谈销一条龙 售天用视频传授损方法 售后海报维修 光是2021年在某电商平台上 这种机器销量就超过了10万台 但是2021年8月12日 广东省针对电蚯蚓第一案发布了判决书 判决三家出售电蚯蚓机的公司赔礼道歉 并且赔偿159万的侵权费用 为什么赔偿额这么高 难道这小小的机器竟然有这么大的利润 其实啊 这个机器贵的也不过千八百块钱 却能轻松地一次就垫出十几公斤蚯蚓 而且啊 不管是菜地 花园 公园 还是小区绿地 全都能用 在湿润疏松的土壤里效果尤其好 判决书里说了 用电击方式捕捉蚓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这个侵权侵的是我们所有人 共同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权 这个高额赔偿并不是根据卖机器的盈利来定的 而是根据它造成的灭绝性的破坏 评估出的费用 预计土壤要花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原状 为什么电击蚓成的新兴产业呢 说广西的小维啊 电了一年蚓蚓 使用地龙仪已经驾清就熟 一大清早他就出了门 他把机器放在草木最多的地方 打开机器 调整电压 把正负级插到土里 机器马上发出丝丝小 等了不到一分钟 几十条长短不一的蚓蚓就纷纷从土里跳了出来 小维走上前去 轻松地一支支捡起来 在中午之前啊 他还要重复几十次这样的操作 然后满载而归 小维说呀 地龙仪的原理是让蚓蚓出电 蚓蚓一难受就会自己钻出来 任人减实 毫无躲避能力 电了足够的蚓之后呀 他把蚓蚓放到机器里开膛破肚 披成片状 然后洗净晒干 晾干的蚓蚓 就变成了珍贵的中药地龙 往年啊 地龙不过四五块钱一斤 但随着近几年 电蚓蚓的技术迅速发展 地龙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 有的甚至涨到了三百块钱一斤 小维知道临村曾经有人因此出电 但因为电蚓蚓来钱快 他还是花了几千块钱 买了豪华型地龙仪 他也听说有人因为电蚓蚓坐牢 但他觉得呀 那是因为他们改装了机器拿去电鱼 蚓一不宾威 二不是保护动物 为什么电蚓蚓犯法呢 小维觉得 小时候家里种水稻 如果蚓太多了还会影响产量 现在自己电蚓 应该对土地和庄稼没什么影响 然而他没想到 蚓蚓的进食和运动都在给土壤松土 还能释放氮 磷等营养元素 如果没有蚓 土地肥力会下降 还很容易板结 肥力降了只能多时化肥 土壤板结了 还要深耕深藩松土灌溉 最终啊 买单的还是农民 花钱费力 效果还不一定好 而解决这些问题啊 其实只需要蚓蚓专心的吃饭就可以做到 更严重的是 往土壤里通电 遭殃的不只是蚓 电击堆土壤里其他昆虫微生物来说 是灭绝式的无差别攻击 如果长期得不到恢复 不仅庄稼产 甚至原本肥沃的耕地 都会变成盐碱地 别以为咱们国土辽阔 全国适合耕种的土地 只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 人均耕地 更是只有全世界水平的三分之一 真想靠蚓赚钱 可以搞养殖啊 疯狂的电球饮 其实啊 就是在砸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现在再看着159万的罚款 真是不冤啊 感谢收看X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做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